我已经有三高了 我不吃药 但这已经是一个比较 比较后期的阶段 大家最好就是 我直接没有三高 这是最好的 我如何预防 预防它 积极性的预防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日常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来 郭大为医师 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日常我们可以做的 对 像平常 我们也可以按压一些穴位 包括像我们的曲子穴 河骨穴 风磁穴 甚至我们的太宗穴 我们终于常说 太宗跟河骨可以开四关 当你身体觉得不舒服 胸闷的时候就可以按压一下 甚至有些时候 像我们耳朵前面有 肌点跟咳点 可以压抑你的食欲 比如说晚上 在看韩剧的时候 突然觉得 看剧中的女主角在吃炸鸡 也想吃 赶快按压一下 让自己不想吃 真的吗 这个 那如果你要拿酒出来喝 按压一下 赶快拿白开水来取代 对 再者像我们终于 有一些这种茶饮 这边就好了吗 那个耳窝那个地方 对 这边有一个肌点跟咳点 就尻它这样子 对 就比较可以 压抑你想要喝甜食 喝甜的这种饮料跟吃这种 坚果类的这种欲望 会酸耶 对 会酸你就觉得 好像不能再吃这么多东西了 所以不要理会阿力博士 跟你讲什么 你只要听到郭医师 跟你讲什么记起来 或像我们饮食里面 茶饮里面 你可以加一些像 何首乌 绝民籽 若神花 单身 这些都可以在我们学馆里面 活血通流的一些药材 当寶鼠馆出来的时候 满足你的口腹自愈 你就觉得说 只会看到女主角很漂亮 不会看到她吃鸡腿 吃炸鸡 对 回去试试看好了 回去试试看 但你要先叫了炸鸡在那边 然后等 对 控制自己 对 看有没有办法真的撑过 对啊 如果可以的话 以后就不怕 对对 你做个实验 然后下次告诉我 没问题啊 如果吃完的话 到时候你再给你买单了 包包看整的背包 真的耶 接下载图片就好了 没问题 撑过去就不用再叫了 谁念谁念 撑不过去再叫乌鸡腿 对 搞不好 先看那个望眉之客一下 看图片 那不过 如果人家想说 这个你们都在那公升球 然后就是腰嘛 就是肚子就是很饿嘛 不吃一点东西 我就痛到睡不着嘛 那到底要什么东西可以吃 其实还是可以吃啦 因为像现在最 医学界最建议的 如果是有三高 或者是有高血压的病患 你可以吃一个叫做 德书饮食 德书饮食 它基本上 它的原本英文的原名 它就是说 可以拿来 阻止高血压的饮食的策略 那这个它之所以能够被讲成 就是被大家觉得说 真的是能够来预防高血压 是因为它真的有非常多的 研究的证据力 去支持它这个 就是饮食内容 那主要就是 一定要吃大量的蔬菜水果 那量是多少呢 五加五 所以 五份的话大概是一般 我们吃饭的碗 大概三到四碗 所以如果你早上不方便 吃到青菜的话 那你就是五碗餐 至少都要有两碗蔬菜 对 烫熟的蔬菜而不是生菜 生菜的量是大部分 超多的 对 就是要非常大量的蔬菜 吃完就饱了耶 所以你就不会想要 亂吃一些其他的零食啊 太难了 然后 然后 水果的话是五份 一份的话是一个拳头的大小 所以你可以早上吃一份 下午吃一份 然后 餐后的话 可以再各吃一到两份的水果 就是越冰分 越滴 如果把它打成金粒汤 可以吗 用喝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金粒汤就建议不要滤渣 就是你连渣渣 纖維子一起喝掉 要喝什么 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主食 你的饭的那一格 不要是白白的一片 譬如说白饭 白面条 白吐司 这就没有那么好 尽量选圆形的 又彩色的 比如说紫米 红梨 燕麦 或是一些地瓜 南瓜 芋头 这些 都会是比较好 因为它里面的 膳食线有比较多 卫生素也比较多 然后再来就是牛奶的话 会建议喝低脂的牛奶 可是之前不卫福部说 全脂的跟低脂的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外食的脂肪量 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要喝牛奶 我们希望是吃到它的 蛋白质跟钙质 对 所以牛奶的话 如果是以德树林匙的精神的话 希望你的油是从植物油 就蚝油来摄取 那牛奶的话 我们就尽量不要喝到 里面太多的乳脂肪 对 就是早晚一杯奶 就是低脂奶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肉瓶的选择 我们建议 就是以德树林匙来说的 建议是白肉比红肉好 红肉就是四肢脚的 牛 猪 羊 就是四肢脚红肉 它的脂肪量会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白肉像是鸡肉 然后海鲜 这些都会比较低脂肪 然后它又有好的蛋白质